另外在这个礼拜许多地方都充满了万圣节的气氛 尤其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在老师的带领下穿梭在许多行政机关以及商家之间 而在30号就有很多小朋友来到了永和区公所要糖果 模样十分可爱 一年一度的西洋万圣节到来 许多小朋友都很期待 因为可以穿上可爱惊奇的服装 上街和路人要糖果 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到了永和区公所 区长吴新邦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糖果 要让每个小朋友都快乐过节 今天是这个西洋的万圣节 那有两家的幼稚园 到我们这边来算是沾往来要糖果 因为他们的打扮都蛮特殊的 也算是小朋友很期待 看到孩子这么快乐 我们花一点小金费来发一些糖果 让他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那也算是对我们的地方 这个教学这方面 来提供一些互动跟帮助 什么样子的服装才会有创意 让小朋友开心 当然也是让许多家长 杀费了不少苦心 有家长用布置布 手工做成了花朵和鞋套 让小朋友变成童话里的小公主 也有家长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 才完成小朋友梦想的机器人装 其实他本来想做变形金刚 然后因为难度有点高 所以爸爸就选最简单的钢打母机器的 这样子 但是爸爸做了多久 从周末开始做到现在四五天有 那小孩开心吗 很开心啊 因为每天坐在那边量尺寸啊 然后两个父子之间都有互动 所以他们两个都很开心 你办什么 刚把那种机器人 今天收集到几颗糖果了 好几颗 开心吗 开心 万圣节不只让学校和社区之间 有了更多的连结和互动 也让家长和小朋友之间 制造了最难忘的回忆 中家新北新闻 永和采访报导